提及明清更迭之际的明朝高级将领,袁崇煥一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作为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寄疗都师,袁崇煥无疑是明朝打击后京清朝的一号人物,然而在袁崇煥试图力挽狂澜之前,明朝还有另外一位姓袁的高级抗京将领,他的名字却不被大多数人所知道。 贬击定月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袁可丽,河南瑞州人,曾因直言觐见而触犯明神宗,被罢处官职26年,明光宗即位之后,袁可丽被重新启用,并于1622年3月以又迁都御史的身份去巡抚登来。 负责管理当地防务事宜,同时负责对后京作战,收复辽东师弟等。 袁可丽刚刚即任,便派7000余人,去剿灭困扰山东多年的乱军,并最终成功招降近5万名精锐叛军。 在扫荡乱军完毕之后,袁可丽用七技光水军掀袭陆战之策,建立了一支拥有4000余艘战舰,总人数达5万余人的军队。 这支水师陆战军队不仅装备齐全,战斗力也无可匹敌。 在军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后,袁可丽对后京正式宣战,于1623年7月收复辽东要塞荆州卫。 随后,袁可丽又命张盘等人攻克附州,盖州两位及吕顺、永宁等要塞,罗尔哈赤为夺回阵地,屡次派兵进行反击,然而每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谈及明清之战,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明军意志溃败,除了袁重患,其他人毫无战绩。 实际上袁可丽就七次完胜努尔哈赤,收复了不少战略要地,将明军被动防守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士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袁可丽的莫大讽刺。 更为重要的是,对努尔哈赤而言,袁可丽的战略才是最致命的。 即,一,努尔哈赤想要向西发展,向东西大海,但袁可丽步步为营,积极向前推进海上防御,努尔哈赤不得不中兵防御袁可丽,由此削弱了对西边的进攻。 二,设立东江阵,在后金背后埋下毛纹龙这一颗钉子。 由于辽西有孙承宗主导,所以袁可丽,孙承宗互相配合,孙承宗主守,袁可丽主攻,导致努尔哈赤犹如困兽,后金处境愈发困难,袁可丽无疑成了努尔哈赤当时最怕的名人。 可以说,启用袁可丽是天起地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旗,吓活了整个辽东。 由原来的节节败退丧帝师承转为以公带首,宝大明将于安稳四年。 令人惋惜的是,孙承宗袁可丽先后去职,努尔哈赤由此才又活了过来,辽东战略崩盘。 清朝对袁可丽的恨,还有一件倍感屈辱又难以言说的事情,即袁可丽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女婿刘爱塔。 所谓刘爱塔,即刘星座,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攻占开源之后,与星智,星佩,星姬, 星贤四兄弟被迫投降,因为胆识过人,深得努尔哈赤喜爱,把女儿嫁给了他,又将他改名刘爱塔。 并为以重任,宁他镇守金,赴二周。 然而,刘爱塔痛恨努尔哈赤残暴,时刻想要回归大明,于是给袁可丽密信中提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 接到密信之后,明朝各方都反对,认为其中有诈,只有袁可丽相信,最终果不其然,刘爱塔终于回归了大明。 但在1630年时,奉命率兵傅永平,与后金击战中应有牺牲。 努尔哈赤女婿刘爱塔的反正,无论对后金集团,还是对对投靠努尔哈赤的汉奸,都是一次沉痛打击。 所以,此事成了清廷禁忌,于是袁可丽就更要被封杀了。 然而,无论清廷再怎么抹杀,历史都将永远铭记袁可丽的功绩。 满清覆灭之后,袁可丽的相关传记等数集得以重见天日,世人终于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到他的英勇事迹。 而此时,距离清朝入关已过去将近三百年,在漫长的三百年里,袁可丽的世纪尘封在往事之中,王朝终会覆灭,然则英雄永垂不朽。 袁崇幻与袁可丽都是抗清将领,为何清廷对待他们两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冥史中,袁崇幻被捧上了神坛,几乎成为明朝抗清的唯一秦天柱。 是明朝抗清大英雄,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袁崇幻被描绘成皇太极最大的敌人,最想除掉的敌人。 崇祯杀他,自然是自毁根基,自取灭亡之道。 清朝时期,朝廷幽带袁崇幻后代,将之收编到八旗,成为当时的人上人,一直恩养着,青石稿,既在乾隆下旨寻找袁崇幻后代时,大臣查询后奏报复明阿,自治安,袁氏,汉军正白其人,明兵部尚书重坏一孙,重坏一死,加刘欲辱名,有子文毕,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武传至复明阿。 可以说,清朝彻底推翻了明朝官方的评价。 对袁崇幻不仅赞誉有加,而且还恩养了袁崇幻的后代,堪称是要多好有多好。 对一个让后今损失巨大的明朝将领如此优待,已得抱怨莫过于此。 按理说,如果清朝真的是重视英雄,心胸开阔,那么必然应该浓墨重彩地描述其他抗清英雄才对。 但清朝在处理另一位抗清英雄,袁可莉的问题时,却是要多狠有多狠,乃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不仅明史中没有袁可莉的相关记载,而且清新文字玉时她的传记和著作都遭疯狂的禁毁。 乾隆年间更是疯狂。 有关袁可莉的,劫还袁公杭壮,和宋朝岳飞的,岳厄王金中慈记,同时遭到清廷封杀。 袁可莉是明朝一位天才,什么职位都能做得好,为官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担任苏州推官时敢于驾船出海巡视琉球,担任力不给世中巡视北京西城时敢于违抗万利圣旨斩杀犯法的皇亲国妻。 秉持法律公正处理过很多案件,被万民誉为袁青天,刚则一蛇,袁可莉这种性格自然容易遭到很多攻击,万利晚年被罢官回乡,但泰昌继位后被重新启用。 泰昌继位不久就去世了,天启诸游孝继位,由于当时东陵党人士大,大肆攻击京党的辽东精略熊廷毕,导致熊廷毕下台。 东陵党人袁英泰代理辽东精略,但袁英泰根本不懂军事,自以为是的乱来一通,几个月之后辽阳,沈阳,广名相继陷落,这时,辽沈,广名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士官外围死地,百官进口以图自保。 而袁可莉回京之后,立即向天启皇帝提出七条建议,天启皇帝全部采纳。 摩尔哈赤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 山东登来地区就显得愈发重要,之后,天启派袁可莉担任登来巡抚,在此三年期间,袁可莉提拔毛文龙开创东江镇,用七纪光水军掀袭陆战之法,既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同时袁可莉还拓地铸城,召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 将努尔哈赤牢牢地压制辽东,而无法向西发展,所谓角鲁全服异余,三年不敢动。 天启三年开始,袁可莉利用明朝海军优势,不停在旅顺、荆州、富州等辽南地区攻击金兵。 袁可莉在富州并夜酣战,辅斩无数,在富州,旅顺一带以火箭射坟敌营秋河,彻夜透明,沙生震天,后金大败而去。 之后,又在富州城外射服,夜三更火攻大败后金军,后金器械,冲炮剧之气而奔。 史书称之为射阵以来自未有此结也,同一年还策反努尔哈赤英绪留爱塔,让努尔哈赤暴跳如雷。 天启四年,袁可莉令明军在旅顺城外显观射服,神有荣帅水师游离于沿海各岛间齐息侧应,最终后金无计可施,前使一和,被张盘力斩杀。 后金大败,落荒而逃,总之,史书记载是袁可莉每出骑兵,国服累累,乘风纵火而绞奴之屯聚空,射服夜战而奋兵之营累波,在明末抗清将领中,袁可莉杀敌众多,军功显赫。 关于袁可莉的作用,明末黄道舟一语道破,宫区登来不数载,而登来遂败,宫医易致师,赛要害,坟道梁,联络朱岛,收复吕顺,而海上艳然,宫区又时余年,而朝鲜沦陷,毫不夸张地说,袁可莉在,努尔哈赤寸步难行,且还不停地笋兵折将,后金极为艰难,袁可莉不在,努尔哈赤才能纵横辽东。 看完袁可莉,再来看一看袁重幻,袁重幻只有两场大劫,即宁远大劫与宁锦大劫,都是后金攻城战,宁远之战发生于努尔哈赤死之前,史书记载是重幻令敏族罗莉,发西洋巨炮,伤成外军。 之后努尔哈赤退兵,宁锦大劫发生于努尔哈赤死亡之后,史书记载黄太极已入属不能克,氏族多损伤而退兵,顺道毁坏了大小林和二城,传说的袁重幻杀了或重伤努尔哈赤,其实纯属扯淡,宁远之战爆发于1626年2月,而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8月。 死因是身患独居,与袁可莉相比,袁重幻身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最广为人知的是与皇太极一和,杀毛文龙,后金遭遇天灾时,袁重幻与皇太极一和,无疑对后金更为有利。 同时,为了事权统一,袁重幻杀了毛文龙,但擅自杀掉毛文龙不是最大的罪过,最大的罪过在于没能考虑好怎么发挥没有毛文龙的东江镇的战斗力,结果杀掉毛文龙之后, 东江镇军心涣散,明军之后再也无法在背后威胁后金了,等于帮助后金取得一场战略性的大胜利。 这应该不是袁重幻主观想要帮助后金,而大概是袁重幻的个人能力问题。 显而易见,袁重幻战功并不大,对后金损伤有限,远不能与袁可莉相比,在明末将领中袁可莉军功第一无可争议。 同时,袁重幻是传统式大夫,孙承宗的学生,大名辽东精略,投靠后金得到的利益与生育不可能比明朝多。 因此,他不可能有帮助后金的主观意愿,但易和与沙毛文龙却在客观上帮助了后金。 这应该与袁重幻的个人能力不足有关,总体上说,袁重幻的所作所为对后金更为有利。 而袁可莉对后金只有破坏没有一丝注意。 。